第111章 杀了个仙人 穿好防护服 有的地方可能有异常能量辐射 秦成带王轩来到了他负责的变异药田实验区 这块区域很安静 有几个机械人移动不动 各种精密的监测设备成片 虽然参考部分古法栽种 但却充满现代感 秦成介绍 有些药田上方的防护罩并没有彻底隔绝宇宙射线 而是允许少量透射进来 看能否促使药草变异 监测仪器显示 这片区域中某些粒子的数据严重超标 不宜久留 不久后 王轩被震撼了 眼前所见到的实验田中 药草密密麻麻 像是庄稼一样在规模化栽种 传说 古代大教的每块药田中 有灵性的药草 栽上数十上百株就到边了 在月球上 这里的药田虽说很大 但一块地中最少有上万株 王轩有种错觉 像是来到蔬菜大棚中 药田中 各种药草长势旺盛 有幽兰叶片的藤蛇草 有通体鲜红如马脑的火餐 有金灿灿的烈阳藤 回头 你尝尝这些药草 看对你是否有用 秦成说道 他介绍这里的情况 月球上的实验研究 主要是为促使药草变异 从而规模化 以及缩短药草的成熟时间 有些虎狼大药 原本需要生长数十年 甚至上百年 药效才能达到最理想状态 而这里的实验室 则希望将之压缩到数年内 甚至一年一熟 参考各种文献 又经过反复调配 实验室找到了各种药草 各自最需要的营养土质 解析出它们喜欢的环境 规模化 以及提前成熟 是必然的趋势 目前 实验成果可喜 大多数都接近成功 等到某些药草性状稳定后 会带走种子 在其他地方 进行更大规模化的栽种 王宣出神 这样发展下去的话 部分财阀与大组织的长远规划 真的有可能会成功 接近长生 秦成摇头道 可惜 这些都不是超凡药草 那种东西想种活都很难 就更不用说规模化 与提前成熟了 一些财阀居然得到超凡药种 这让王宣颇为吃惊 秦成叹道 所以说 星星这边有些组织 还是很厉害的 为追求长生 进行了各种实验 药草只是一方面 我听说 近期它们在基因领域 有了突破性进展 别看现在新术到的胸 后面可能会被几个生命研究所 碾压 什么情况 王宣惊讶 他们从古代寺院下的地宫中 找到一节有血肉 并保持活性的手指 经过分析 认为可能属于某位菩萨的断指 秦成接下来说的这些 有部分已被王宣了解到 那些生命科研所 曾研究出六臂菩萨抄体 在聪领出现过 具备宗师级实力 但被老臣捶爆了 而现在又有了新进展 出现月光菩萨抄体 体外笼罩白光 像是立身圆月中 实力更为恐怖 而且 这表明了一种趋势 极纳结手指研究 可以不断有进展 到最后 大概率会出现 终极菩萨抄体 按照推演 这是能够做到的 所谓终极菩萨抄体 就是菩萨真身 王宣到吸冷气 星星这边的一些实验室 确实有些恐怖 将来难道要成疲量 造就出菩萨真身 照这样发展下去 几大生命研究所 确实可能将 势头正成的心术给碾爆 不过 他又想到了灵魂的问题 自语到 肉身可以解析 但精神层次的研究 会是个大问题 临走前 秦成十分自然地 从一位科研人员手里 结果一个很大的包裹 里面全是药草 约莫能有二三十株 王宣眼神一样 好友这算是吃拿卡药吗 秦成摇头 打 别这么看我 我可没所会 这片区域 共有十二块不同的药田 每块实验田中 都有上万株药草 每天都要检测药性 分析变异程度等 允许有损耗 这些药草原本就要处理掉 不过大多数情况下 都是大家平分拿走 秦成很会做人 和这边的人比较熟 提前打过招呼了 积攒了两天的量 这次都送给他了 回到住所后 两人都是干瞪眼 三十几株药草 或芬芳扑鼻 或怪弯难闻 感觉有点下不去嘴 秦成有心理阴影 前几次吃这种虎狼大药 折腾的他 不是几天睡不着觉 就是连着四五天流鼻血 王宣担心 这些都是便衣药 提前成熟 会不会有副作用 最终 他试着吃了几片 富裕芬芳的花瓣 确实有热流在体内涌动 形成代谢加快 但是对他这个宗室来说 效果不是非常明显 主要是 他经历过内景地 又接触过天药 对于这种需要长期服食 才有效果的药草 不怎么满意了 为了将来 每样还是都吃些吧 他自语道 想到了老陈的提醒 古代秘本中有记载 这是在为超凡领域的 采药境界积淀 多接触一些药草 对于将来 踏足那个领域有好处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王轩觉得 自己一口气服食 十二种药草后 身体深处 似乎有微妙的波动 若非他提前形成精神领域 根本不可能感知到 但也只是一刹那的一样 很快一切就归于正常了 他心中有底了 古代大教的典籍需要重视 前人的某些经验 要认真研究与分析 走 去看热闹 秦城接到一个电话 得知又有人去月坑探险了 关于那个地方 确实充满神秘色彩 这么多年 始终没有能够彻底解决掉 时不时就有人去冒险 月坑 如今不在基地中 没有被保护层遮拢那里 主要是那里一再出事 各方都有点怕他了 将他从基地中分割了出去 他所在的位置 距离白马寺 与千连古道关不算远 三者相连 是一个等边三角形 王轩与秦城赶到 隔着防护层 看着那一行人 共有二十几人 都穿着最新款太空服 直接步入月坑中 远远望去 那片地带坑坑洼洼 全是早年撞击的陨石坑 其中最中心 有块区域 备合金板覆盖 那里就是月坑 常年被封堵着 这群人 胆子真大 非得跑到这种 要命的地方探险 秦城感叹 他有点不理解 这种人的心态 为了追究刺激 真是什么地方都敢去 旁边有人开口道 早年的旅友 现在进化了 享受在生与死之间的 起舞过程 哥们 旧土来的吧 秦城诧异 旅有这种说法 有点古老了 是旧土那边的说法 是啊 兄弟 你多半 也是脱关系 来星月过渡吧 然后准备去星星 合金板被打开 然后 尘封的月坑全面开启 露出漆黑的大洞 一行人快速消失在洞中 保护层这边 能有数十人在观看 普通人不知道月坑的恐怖 但是像鼎五组织 这样的特殊机构 必然知晓 都是向类似的内部人员 来这里看热闹 白马寺的老僧也来了 神色凝重 手中居然拎着个 降魔杵 还有个老道 手持一柄焦黑的陶木剑 沉默地盯着月坑 如临大敌 王宣经义 老僧手中的降魔杵 与老道手中的陶木剑 都有某种神秘能量 他的精神领域 捕捉到奇异的波动 他确信 福道两家的祖庭中 都留下了一些非凡的器物 有情况 他们深入地底后 情绪有些不稳 远处有人尖叫道 那里有监控装置 追踪地下探险的人 即便是正规的探险队 也需要报备 并且 身上需要带上追踪监测设备 方便基地中的人 实时了解情况 突然 观看监控屏幕的人 惊叫了一声 脸色苍白 向后倒退 这次探险出事了 镜头被鲜血淹没 然后所有监控装置 全部如同过去一样 刹那损坏 月坑那里死一般的安静 直到几分钟后 有十几人爬了上来 满身是血 显然有部分人死在了里面 血液溅落在他们的身上 他们拼命狂奔 向着保护层 这里冲来 可是 在他们的身后静悄悄 什么都没有发生 只是这十几人 像是吓破了胆 连滚带爬地向回逃 一切都很顺利 他们逃到保护层前方 先是闯进隔离区 又进入缓冲区 接着跑进过渡层 最后才被放了进来 进入真正的保护层中 他们快速脱掉 身上的特殊装备 一个个面色苍白 直接都倒在了地上 像是彻底虚脱了 大口的喘息 汗水打湿全身 头发像是水洗过一样 发生了什么 等在这里的许多人都在发问 这是他们来这里的最重要目的 了解月坑中的真实情况 而后向各自的组织报告 扑 扑 一瞬间 逃回来的十六人中 竟有十一人同时报岁 鲜血溅出去数米远 骨头碎块满地都是 这一景象太惨烈了 明明逃回来了 却都有暴毙 死状极其恐怖 退后 手持焦黑木剑的老道士鹤道 站在前方 不断挥舞手中的长剑 不知道在劈什么 白马寺的老僧也是如此 手持降魔杵 在那里朝着四面八方乱砸 真出事啊 我这辈子 还是第一次 看到这么血腥的画面 秦成有点受不了 觉得这群旅友太凄惨了 王轩拉着他后退 神色凝重 别人看不到 不代表他没有所觉 精神领域形成后 他能更加真实地 看到这个世界的真相与本质 他看到十一个暴碎的身体中 都有白光飘起 而后凝聚在一起 成为一道模糊的身影 带着白芒 这是精神领域 能够真实捕捉到的景象 他立刻明白 真的有神秘的东西 从月坑中出来 而老道与白马寺的老僧 似有所觉 所以疯狂舞剑 以及挥动降魔杵 他们并未真实看到 真的有仙人 他们 第十二个人嘶吼 然后砰的一声暴碎了 又飘出一道淡淡的白光 没入半空中那道身影中 接着半空中的神秘生灵低头 一眼看到王轩 直接扑了过来 这是所谓的猎仙吗 王轩悚然 他看到这道身影的额头 有个血淋淋的字 是古代的仙字 他一把将秦城推开 然后抽出那柄形似 古代于常见的利刃 快如闪电般地挥了出去 吃 他竟然直接将 那个生灵的头颅 斩落下来 白光绽放 附近刮起恐怖的狂风 王轩心头狂跳 他杀了 一个仙人 第112章 被先盯上 风很大 在这块区域 发出呼呼的声响 弥漫着十分阴冷的气息 甚至将地上的 带着血丝的碎骨块 都刮起来了 更有血水 扬洒到周围人的身上 顿时一片惊叫声 所有人都不知道 阴河起风 并未看到半空中 绽放白芒的身影 王轩注意到 被他砍掉头颅的生灵 一身白芒快速消散 整个人渐渐虚淡 在阴冷的大风中瓦解 死了 他这是砍死了一个仙人吗 当然 他自身不相信 这是猎仙中的一员 又不是没接触过 傲娇的女剑仙 手下留情时 都将老臣劈得死去活来 看到剑就想吐 那样的人 活着实才是仙 另外 就是那头白虎 都化成小猫咪时 都将老臣叼走了 语化层次的生物 不可揣夺 没有人知道 王轩一剑 劈杀了个神秘生物 但所有人都头皮发麻 莫名其风 他们身上都染血了 只有老道士 与老和尚例外 为了避嫌 王轩趁乱 也得自己抹了点血 只为避免 不必要的麻烦 他心中颇不平静 这柄短剑 果然很不简单 正如老臣所说 遇到一些神秘事件时 可以保命 大风停下 现场安静 今天这种怪异的事 过去不是没有过 还有比这更甚人的 只是今天淋了血 实在让亲历者 有点发毛 人们只能感叹 月坑太恐怖 偏偏每年每月 都有人去探险 不信这个血 老道士还在舞剑 老和尚 也在持降魔储乱砸 两人都只是略微有感应 真晦气 看个热闹而已 却被喷了一身血 秦城抱怨 不仅染血了 还巴搭一声 从他衣领子那里 掉下一块碎骨 他脸都绿了 蹭得一声 窜出去六米远 一阵干呕 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事 那鲜红雪白的东西 让他掩孕 就在这时 地上还躺着的四人 无声无息 直挺挺地起身 完全违背物理规律 其中一人 静直向着基地深处走去 步子迈得很大 远超常人 一步跃起 居然横度十米远 王轩瞳孔收缩 这样的实力很强了 然而 那人第二次迈步时 刚到半空中 便扑得一声莫名爆开 鲜红的血液 蹦紧开来 正在干呕的秦城 恶然抬头 摸向自己的脸 结果发现 手都被染红了 指头上 粘着一块破烂的肉皮 并且 一只血淋淋的断手 也落在他的脚下 秦城向后跃出去两米远 真的受不了 使劲甩手 摆脱那块黏糊糊的肉皮 头皮都要炸开了 喊道 老王走了 下次我再也不看热闹了 这比一个人深更半夜 看鬼片还甚人 王轩没动 他真的被惊住了 刚才那个人为什么解铁 他看得清楚 是白马寺与道教祖庭 同时发光所致 禁锢了那人 他的体内 有一道模糊的身影 剧烈挣扎 而后爆开 这样看来 当年将道教祖庭 与佛门低谷叉 同时迁移到这里 确实有用 就是不知道一百多年前 是谁在建议这么做 是封建迷信使然 还是有高人布局 镇压了月亮 跑了 他们怎么冲向月坑了 有人不解 还活着的三人中 有两人冲出保护层 一路狂奔 进入陨石坑地带 那两人连太空服都没穿 可是动作矫健 每次都能跃出去近十米远 直接没入黑洞洞的月坑中 这俩大兄弟太猛了吧 猛什么 明显中招了 现在可是白天 没有保护层的月球地表 足有一百多度 估计他们 现在已经熟了 现场还剩下一个青年 唯一的幸存者 他脸色通红 身体发抖 跌跌撞撞走了几步 艰难的开口 月坑中有仙光 一群仙人 所有人都跑开了 怕他爆开 但听到他这样说话 又赶紧临近了一些 担心听不到他后面的话 你可千万别爆开 秦城喊话 他是真的被炸怕了 原来 我已经死了 青年这样开口 而后突然解体 这次一群人都中招了 被见得满身是血 不少人愤怒地回头 看向秦城 觉得如果不是他乱提醒 那个青年说不定 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死去 不会立刻爆开 王轩精神领域起伏 额头前白雾扩张 他盯着地面 刚才看到有东西 一闪而逝 没入地下 他等了很长时间 都没见那东西出来 现场再无异常现象 连着死了这么多人 绝对是大事件 很快这块区域就被封锁了 普通人并不知道 这里的惨烈与血腥 王轩与秦城 在这块区域做了笔录 然后火速离开 两人都想着赶紧去冲洗 太隔音了 王轩是自己主动 向身上抹的血 秦城则不然 回到住处后 他差点将脸 还与手搓下来一层皮 晚上去吃饭时 秦城看到王轩 在那里研究菜单 竟在盯着鲜红的刺身看 他一阵干呕 打包一份水果拼盘先跑了 夜晚 王轩的房间一片漆黑 他陷入沉眠中 不久后他被惊醒 感知太敏锐 提前有所觉 房间中很不对劲 他睁开眼睛的刹那 直接看到一个 披头散发的生物 嘴角带着烟红的血 眼睛也是心红色 这可是深夜 人应该陷入 最深沉睡眠的阶段 结果他刚醒来 就在黑暗中 看到这么个东西 让胆大的王轩 也吓了一大跳 显然 这个生物也是刚凑到床头这里 见他睁眼醒了 没有什么犹豫 直接向他扑了过来 尽管王轩反应迅速 但还是觉得头皮剧痛 有什么东西 要向里面钻 他心中矩震 这是进入现实中的妖魔 响尽他的血肉中 而且是从头顶向里钻 哄 他运转五叶经书上的体数 刹那间 五脏共振 胸口发出淡淡的雷光 逆力向着全身涌动 尤其是头皮那里 爆发出一道真实的雷霆声 轰的一声闷响 而后他听到了惨叫声 那个劈头散发的生物 星红的眼睛露出恐惧之色 但也有些癫狂 倒退出去后 居然又再次扑了过来 哄 王轩一巴掌向前拍去 带着淡淡的白光 以及雷鸣声 将这个生物震退 并且 他胸口冒起黑烟 惨叫着 这次转身就走 王轩跃起 并快速抓起衣物旁边的短剑 刹那追了上去 一剑刺出 那生物凄厉嚎叫 身体虚弹大半 向着地下钻去 结果 王轩双脚发光 雷鸣声震耳 白光遍布地面 那生物再次悲惨的嚎叫 瞬间穿墙而去 王轩发现自己 望到了墙外的景物 他这才意识到 是精神领域显化 所以一直能看到这个东西 估计普通人见不到 他追到院中 将短剑直出 那个生物哀嚎 身体消散 只留下一缕青烟般的雾气 结果远方钟鸣 临近这里的千年古道观发光 将那最后的薄烟阵散 什么都没有留下 虽然是时钟上的夜晚 但走出房间后 外边亮如白昼 这就是月球上 让人无奈 而又厌恶的方面 与传说中的鬼屋不太一样 不怕阳光照射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几人临死时 为什么说月坑中 有一群仙 照他们的说法 我已经连杀两个仙人了 王轩自语 刚才杀的是 白天的漏网之鱼 扰人沉眠最可恨 他真想冲进月坑中 将那窝仙都给宰了 居然想来害死他 这仇被王教祖记下了 不过 他琢磨了话 还真不敢轻易进月坑 那地方如果简单的话 也不至于请来扶到 两家的祖庭一同镇压 我是被先盯上了 连这两只都冲着我来 为什么 王教祖的心很大 提着短剑回去 躺在床上 很快就又睡着了 老王 出事了 第二天一早 秦城跑来找王轩 告诉他 昨天的探险队伍中 有来自财阀的年轻人 这有什么稀奇的 财阀众人敢进决的冒险 照样会死 王轩没当做一回事 是秦家 在星星非常有名 属于超级财阀之一 他们的后人 失落在月坑中 这不是重点 关键是 他们发出悬赏了 谁能将秦云峰的尸体 带出来 都会有重金酬谢 秦城告知 你的本家 王轩笑道 跟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秦城叹气 同样性情 但命运简直是秦相连 和秦始皇之间的差距 昨天中招跑回月坑中的 两个年轻人 其中一个就是秦云峰 想都不用想 在那种高温下 他肯定熟透了 别人需要奋斗一生的东西 对他来说垂手可得 估计人生失去追求了 所以才寻找各种极致的刺激 组队探险 结果把自己搭进去了 秦城说道 他很感慨 有些人的起点 是常人永远触摸不到的虚幻终点 差距太大了 这次事件闹出风波 近些年来 虽然财阀的实力在增长 但是各家都比较低调 什么事都躲在幕后 像秦云峰这样作死 将自己命搭进去的财阀后人 这些年来属于头一份 要去观看吗 王轩问他 去 看一看谁敢进月坑 秦城没忍住 还想去凑热闹 防护层那里有不少人 正在低语与热议 不久前出动最新型的机械人 结果进入月坑后 彻底失联了 还是不行啊 那种机械人抗磁 抗脉冲 抗能量干扰等 已达到极致 是近期的新款 居然依旧抵不住月坑内的神秘侵蚀 老林来了 秦城低语 他也有些喊着顺口了 王轩回头 果然见到林启明走来 在一些人的陪同下 站在防护层镜前观望月坑 他有些诧异 道 老林为什么要来这里 秦城道 听说林家和秦家合作密切 关系相当的好 估计秦家有人知道 他在月亮上度假 请他过来盯一下 王轩点头 道 现在我有些好奇了 秦家怎么重金筹线 秦城已经了解过 道 非常吸引人 秦家准备了很多东西 可以任选两种 黄金魔 地髓 算是西式奇珍 另外 还有一本锻炼精神的古代秘策 以及新术领域曾经的第一人 奥列沙留下的手札一本 此外还有从旧途鼠上挖到的一本剑经 虽然没人能练成古剑经 但据说 可能与非剑术有关 反正都是好东西 不愿意要这些 可以直接兑换成新新币 有点吸引力 但王真仙身价太高 他们请不动我 王轩刚说完 就觉得情况不对劲 月坑那里 无声无息漂浮起几道身影 祥和圣洁 带着绚烂的光 竟盯上了他 第113章 神话不在现实中 王轩心头一沉 居然被盯上了 是因为他杀了两个仙 被对面的生物感知到 还是说他的招仙体质又发挥作用了 天穷漆黑 地面明亮 这就是没有大气层的月球 白天的真实景象 但是 月坑中的身影 却更加灿烂了 在白天依旧在发光 最后 有个生物动了 缓缓朝着保护层而来 是妖魔吗 王轩精神高度集中 死死地盯着他 秦成 你赶紧后退 去白马寺 王轩低语 现在一切都充满未知 他不知道那是什么生物 究竟有多强 老王你发现了什么 秦成心中一惊 别问 赶紧走 王轩暗自握住短剑 盯着防护层外的地表 坑坑洼洼 有很多陨石撞击的痕迹 你自己小心 秦成看了他一眼 没有再多说 转身就走 他与王轩认识多年 很有默契 王轩看清 那团神圣光团中 是一个人 而不是妖魔的形态 这个人只能看出轮廓 是个男子 身材较高 接近一米九 他身上绽放白光 看不清面部 很神圣 有股祥和的气息 在他的身边 有洁白的花瓣飘落 气象非凡 王轩皱眉 一个男人而已 周围漂浮着雪白的花瓣 有什么说法吗 还是在故作姿态 他依旧冷淡地盯着 又不是没杀过 昨天宰两个了 有种就过来 神秘男子放缓脚步 慢慢接近防护罩这里 其他人都无觉 根本看不到 有一个发白光的男子临近 突然 在男子距离防护层 还有十几米远时 两道光束飞来 带着雷鸣声 震耳欲聋 在那里炸开 那个男子果断倒退 即便如此 他虽然未被击中 可还是在雷霆爆开的刹那 身体略微虚淡了一些 王轩瞠目接舌 获得转身 看向白马寺 与千年古道观 他咽了一口口水 这也太壮阔与惊人了 白日雷霆 横灌长空 轰杀妖魔 恐怖的有点离谱 然而 当他看向周围的人时 发现所有人都比他淡定 还有闲心指指点点 讨论月坑中的古怪 王轩倒吸一口凉气 那么浩大的两道惊雷 居然都没有一个人听到 毫无所觉 像是隔在两个世界 道家与佛家的祖庭 过于恐怖 至高在上 瞒过了凡俗吗 王轩一阵失神 他对两交的底蕴了解不多 但是 面对这种朗朗乾坤下 将骆雷霆的手段 还是感觉很震撼的 不对 很快他回过神来 露出一色 他很清楚 白马寺的几位菩萨 还有那可能存在的 佛教源头的生灵 都在古代留下的大坑中 根本还没有爬上来 道教祖庭的情况 大体上应该也差不多 两大祖庭 根本干预不了现实 针对的只是精神层面的打击 王轩私存 只要他将精神领域收起 也会如众人般 看不到横观月球上空的雷霆 变成吃瓜群众中的一员 即便是放出来的鬼僧 好像也只能托梦 从未能改变现实中的一切 所以说 我纵然将几位菩萨籍生物 从大坑中拽出来 甚至将佛教源头的生灵拉上来 他们也只能暂时在精神领域中显照 而无法改变现实 古代那么多神话传说 该不会都是在精神领域中发生的吧 一瞬间 王轩想到很多问题 他忽然发现 或许可以对猎先 菩萨重新思索 这群生灵虽然神通广大 但都是立足在内景地 或者神秘的精神层次中显盛 而不是在现实世界中 所以说 这群人对现实的影响力 远不如成仙成佛前 一旦羽化登仙 差不多就离开现实了 他思寸 这也就意味着 人间还是人类的人间 精神呈现的人 也就那么一回事 王轩忽然淡定了很多 即便是想到绝世红衣女妖仙 心敌也没那么强烈不安了 然后 他看向防护层外的 那个绽放白忙的模糊男子 觉得他也没什么大不了 根本不可能大范围影响 滚滚红尘中的人类 王轩估摸着 月坑中的生灵 最多也就是能附体 而且 自身好像还在付出相应的代价 根本就不可能如神话传说那般 焚山主海 而且 他们还受道教祖庭 佛门古叉的压制 尤其是面对王轩的这样的人 不怕他们附体 手持神秘短剑 更是能砍死他们 王轩琢磨着 要不要冲到月坑中 将那几个死死盯着他的生灵 全都消死算了 此时王教祖极度膨胀 认为神话也就那么一回事 这一刻 他暂时将内景地 深处大幕后的世界 自动屏蔽掉了 一番神游后 他的思绪回归现实 开始冷静 现在绝不可能冒头 他不想人被人盯上 与他初衷不符 有人出去了 接近月坑 一支探险队 被惊人的悬赏所吸引 六人组速度很快 已冲到月坑入口那里 然后人们看到 他们直挺挺地 倒在黑洞洞的入口旁边 更有人跌落进去 再也没有出现 绝对中招了 应该都死了 一些人低呼 有种窒息感 这可不是看电影 而是真的有人在死去 王轩盯着 确定是附体所致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 都没有人在出头 悬赏虽高 但也有命拿才行 不然就是搬来一座金山 都无意义 在此期间 防护层外面的生灵 有数次临近 在附近转悠 但始终不敢逾越雷池半步 王轩注意到 两座祖亭数次发光 劈出恐怖的雷霆 有次林启明的胸前 有吊坠闪烁 腕子上有手串 一灿灿生灰 流淌霞光 他轻叹 财阀果然不简单 身上带着不一般的神秘古物 估计林启明 自己都不知道真正的效用 当作古语配饰 带在身上 王轩联系秦成 将爱看热闹的他 喊了回来 一百多年前 应该是有高人布局 迁移来两教祖庭 完全震得住场面 不久后 秦家的人来了 是一个中年男子 名为秦红 是秦云峰的父亲 带着悲涩 亲自登上月球 谁能将云峰带出来 我必有后报 秦红看着众人说道 他知道 能来这里观看的 都是个组织的安全专家 与特雇等 至于普通人 根本就不知道月坑 没有工作证 也不会被放过来 秦成小声提醒道 老王 不管他给多高的报酬 都不要心动 有些钱咱是不能沾的 王轩点头 他确实没打算过去 不就是一本建经 与一本锻炼精神的 古代密册吗 又不是金色竹简 以及辅导两家的至高绝学 这样的经文 不值得王教祖冒险 万一被财阀盯上 得不偿失 至于黄金魔 他自己马上就要去密地了 更不稀罕 事实上 现场也没有人应答 开什么玩笑 昨天死了一堆人 刚才又有六名专业人士 倒在月坑中 谁还敢去 平时 之所以有人去探险 那是因为 大多数时间 月坑都很安静 并不闹闲 从本质上来说 一百年多年了 月坑最深层次的问题 始终没有解决 现在没有人 会不珍惜自己的性命 林启明陪着秦洪交谈 安慰了一番 随后离去 他在这里 站了快三个小时了 不可能再待下去了 这群武夫 胆子都这么小吗 没有一个人敢进去 这样的人 也配称为安全专家 特聘顾问 秦洪在人陪同下 离开现场 在远处发出愤怒的低吼声 一番斥责 常人听不到 因为距离太远 但王轩精神领域形成后 感知强大的可怕 清晰地听在耳中 那些提供安全服务的大组织 养这群人 有什么有用 就说 新术领域的人 都是一群废物 就是养条狗都比他们强 最起码会听话 给我去施压 让那群武夫下跃坑 这群人不知道 自己存在的意义吗 秦洪低声咆哮 陪着他的人都满头汗水 不敢言声 这不仅仅是因为 他失去亲子 心中愤怒 在这种境地下 他吐出的 其实都是他的心声 远处 王轩带着冷意 不过没什么好愤怒的 他并没有感觉到意外 秦洪这种 来自大财阀的高层人员 肯定不止一两个 的确就是这么看修行之人 尽管 有些大组织在动员 但是特雇等都没有人出头 又不是签了卖身约 有充分选择的条件下 谁会拿自己的命开玩笑 不久后 一艘飞船降落在月球 随之一则爆炸性的消息传出 秦家调来四位菩萨 毫无疑问 某个生命研究所的背后 是超级财阀秦家在支持 这次出动了四位基因强者 是当前最强大的 月光菩萨抄体 王轩心头一跳 远远地看到了 所谓的月光菩萨 他脸色立刻严肃起来 这竟然是 大宗师层次的生物 四大菩萨竟直出了保护层 向着月坑而去 同时 一艘战舰横空 秦红脸色阴沉 已经做好最坏的准备 他已经与各方通气 这次要动用N物质 是从昔日的某处伏地中 收集到的 一旦四大菩萨失败 他准备将那种物质 全部浇灌进去 彻底毁了月坑 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决定 这么多年来 财阀与各大组织都在想办法 这是他们酝酿了多年的杀手锏 第114章 月坑爆了 有些问题 王轩盯着四大菩萨 看出一些不同的东西 毕竟他是真正的宗师级强者 毋庸置疑 四大菩萨的肉身很强 但其精神能量 却比不上真正的大宗师 在同层次的人物中 这方面绝对是个短板 甚至 王轩觉得 他如果得到一本精神领域的秘籍 他有把握 冲亏一位月光菩萨的精神体 所有人都在注视 都是各组织的特雇与安全专家 四大菩萨一步迈出后 像是在贴着地面飞行 横渡出去很远 那种景象相当的惊人 月光菩萨实力强大是一方面 最主要的 其实还是因为月球引力没那么大 王轩盒前有淡淡的白雾 他密切关注 想验证心中的猜想 月坑附近直接爆发战斗 实力到了月光菩萨抄体这种境地后 提前有感 手中的合金刀向着天空劈去 同时 也有人抬脚踏向地面 冷硬的岩石地崩开 出现很多巨大的黑色裂缝 大宗师级的力量非同反响 王轩表情严肃 那些神秘生物果然还是那一招 向前猛扑 直接附体 一位月光菩萨的合金长刀扫过半空 但是 毫无用处 刀锋从白光中划过 神秘生物无恙 俯冲到他的头上 防护层外面没有空气 虽然无法传出声音 但是人们依旧能感觉到 那位月光菩萨在嘶吼 痛苦地大叫 他扔下合金长刀 抓向自己的头部 恨不得将太空扶撕烂 将防护头罩敲碎 壮弱癫狂 王轩叹息 月光菩萨的弱点很明显 肉身实力够了 但精神层次跟不上 现在被附体后挡不住 碰 那位月光菩萨 将一块四米高的陨石块 踢得离地而起 在半空中爆碎 让所有目击者都心惊肉跳 王轩看得清楚 半空中那个发光的生灵 钻进其头部 一点一点地消失 那景象让人不寒而栗 相当的残忍啊 王轩叹气 他能看到 月光菩萨的精神在暗淡 被对方一点一点掐灭了 不过 他也看出问题 那种生物想要附体 果然要付出代价 被月光菩萨的肉身灼烧 那个生物绽放的白光 在瓦解 在暗淡 即便这样 那个生物也要钻进去 执意要入主那具身体 而且似乎很兴奋 最终 他暗淡了 终于全身没入月光菩萨的躯体中 王轩心头去跳步纸 生命科研所研究出来的 最新型菩萨抄体 该不会正好满足了 那种生物所需吧 咔嚓 第一个被附体的月光菩萨 进行最后的挣扎 将太空服撕裂 引发他体内 那个神秘生物愤怒的咆哮 有精神波动传出 防护层这边许多人都叹息 他们没看到月光菩萨 与什么生物战斗 但是见到他发狂 而后撕裂自己的防护服 意识到他要死去了 即便强如大宗师 也不能长时间 暴露在月球表面 最后他纵身一跃 消失在漆黑的月坑中 不远处 另外三位月光菩萨 也在激烈对抗 挣扎 全都发疯 他们到底 在与什么东西战斗 所有人都毛骨悚然 为之最可怕 让人心生恐惧 一位月光菩萨炸开 血肉与骨头 洒落在陨石附近 从他身体中 飞出的神秘生物 变得虚淡 附体大宗师 让他付出很大的代价 最后也没有得到肉身 接着 第三位菩萨抄体 也爆开 第四位 则越近越坑中 再也没有出现 一时间 保护层这边 所有人都安静了 鸦雀无声 那可是月光菩萨抄体 短时间内全面 尽管很惨烈 让人心头沉重 但是 王轩确定了一些事 月坑中的生灵 无法移山填海 难以大范围影响 滚滚红尘中的人类 连附体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他又看向远处的 白马寺与道教祖庭 福道亦如此 他越发有些 相信自己的某种猜测 古代许多神话传说 可能都是在精神领域发生的 猎仙的归猎仙 人间的归王轩 他轻声自语 这样想的话 猎仙与菩萨 或许都将有新的解释 秦红脸色难看无比 他亲自来到现场 隔着防护层看到这一幕 连四位月光菩萨进去 都没有扑冷出水花 这令他心中焦躁 他转身离去 现在或许该考虑 动用恩物质了 那是从昔日的伏地中 提炼出来的东西 但他真不想遗弃刺子的身体 希望从月坑中带出来 不然的话 与那群神秘生物同葬在一起 想一想就发生 根据这么多年的观测 月坑中的生物 应该与精神体有关 我觉得 想将云峰带出来 需要找精神力强大的人进去才行 秦红身边的人开口 特意查了一百多年以来的各种资料 详细了解过每一次的恐怖事件 秦红已经回到住所 心情糟糕透顶 脸色很冷 道 一时间哪里去找这种人 那些组织在月球分布的安全专家 特顾中 估计会有几个精神力高的人 可以动员他们 这群武夫 该体现他们价值的时候 全都退缩了 这群人 还不如我脚边的手扇拳可靠 秦红带着情绪 一脚将近前的手扇拳踢了出去 他身边的亲信不敢出声 这个时候多说容易出错 很长时间后 秦红才恢复冷静 看向身边的人 道 再去给我施压 很快 各大组织开始动员 自己公司内部的安全专家 特顾 明确告诉他们 秦家再次提高了悬赏 秦家 是鼎武这种组织的大客户 所以他们 确实在认真安排 联络一些老手 奈何无人响应 毕竟 月球上的分布 是正规公司 不是各大组织 养在其他荒芜星球的雇佣兵 也不是那些死士 所以 月亮上的这些人 并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不久后 相关组织接到通知 秦家的人 想与安全专家 特顾们见上一见 月球上可以提供 安全服务的组织 能有六七个 数百位安全专家 特顾被请到一个礼堂中 连秦城这种水货都来了 当然 他采气与内养成功后 勉强算是最低级的安全专家了 秦红来了 有无尽的伤感 叹息道 我知道 你们都是业内的精英 有些朋友 更是顶尖的修行者 这样冒昧将各位请来 实在是有些打扰了 但是 请你们理解一位 刚失去孩子的父亲的悲苦与痛处 秦红声音低沉 说话中藏着痛表现得很真诚 并且姿态放得很低 王轩亚异 如果不是他形成精神领域 曾经远远地听到秦红的冷语 现在还真看不透这个人 那时 远离众人时 秦红当着自己亲信的面 说一群武夫是废物 胆小无用 还不如养条狗 现在 他将众人召集到一起后 满脸悲涩 话语直白 带着感情 说称 旧术与新术修行不易 谁的命不是命 如果不是迫不得已 他真的不愿秦人犯险 王轩在心中给他打了标记 这个人十分虚伪与阴冷 以后万一有焦急的话 必须得严加防备 不怎么好对付 老秦这人很接地气啊 说得很实在 秦成在那里感叹 王轩能说什么 只能叹道 我们还年轻 多学 多看 多留心 最终 秦红让人将黄金膜 地髓 剑精 古代锻炼精神的秘本 奥猎杀的手闸等 全都摆在桌子上 并且 他告知众人 还会有先秦方式的竹简 以及月光银 山锣等 只是没带在身边而已 另外 他准备的赏金 会高达三亿星星币 听到与看到 完全是两码事 眼下真雾 绝世秘籍 还有三亿的赏金 就在眼前晃动 顿时让一些人血液流速加快 果然 有人忍不住开口 如果死在里面 会有抚恤精吗 这是要卖命 秦红立刻回应 而且很果断 道 有 谁的命不是命 真要是发生意外 你的家人 必然会被很好的照料 尽管九成九的人 依旧不会去冒险 但却觉得 秦红相当的真诚 王轩顾不上感慨了 而是集中所有精神 看桌子上的秘本 他形成了精神领域 所谓的障碍物 角度等 都不是很大的问题 尤其是秦红 为了给众人 更为直观的印象 手持那些东西 一一展示 甚至翻动书页 进一步方便了王轩 所谓古代锻炼精神的秘本 总共就两页 字数少得可怜 不过几百字而已 王轩感叹 难怪古代有种说法 假传万卷书 真传一句话 剑经则有六页 六段密语 配了六幅图 王教祖很不客气 趁着秦红悲痛 与感人肺腑时 他将两册经文 都记到了心中 周围的人私下议论 秦红这人不错 为人地道 虽然不能去帮他探险 但都对秦红观感极佳 王轩参与进来 连连点头 说老秦这人厚道 然后随大刘一起离开礼堂 心情甚假 最终 共有六人冒死要进月坑去试试 结果 他们试试就试试了 至此 再也没有人敢踏出保护层一步 很明显 月坑不同于以往 这次复苏后 压根就没有沉寂的迹象 未来相当一段日子 恐怕都会极其危险 那六人都死了 清醒赶来 告诉秦红 五夫的命很贵吗 秦红冷着脸站了起来 看向窗外 道 现在都什么时代了 那些露数早晚会被撇弃 最后 他阴沉着脸开口 联系一下各家 看看他们还有没有意见 没有的话 我就动手了 放弃云风的尸体 这些年来 新兴的各大组织与财阀 也一直在研究月坑 不可能总将这个隐患遗留下去 他们已经确定 月坑中有X物质 其浓郁度 比当年发现的浮地要低不少 这种X物质具有超凡属性 对飞船与智能机械等有严重的干扰 相当的致命 同时他也会侵蚀星术领域 发现的同样有超凡属性的上帝因子 让人颇为头疼 这么多年过去 各大组织仔细探索与研究 找到一种稀有的N物质 同样有超凡属性 但却可以对冲X物质 既然几家都没有问题 那么行动吧 秦鸿咬牙吩咐道 一艘战舰出现在月球上空 直接发动 刹那间 月坑中爆发出刺目地光 而后湮灭 接着月坑那里又亮起 最后爆开了 月坑的麻烦被解决了 这一刻 所有人都在惊呼 无比震撼 王轩看到 有发光的生灵冲出来 但是又莫名地瓦解了 一句又一句 绽放白茫的身影爆碎 精神领域的神话传说 不敌现实啊 王轩感叹 突然 他头皮发麻 感觉要窒息了 这天地间 像是有莫名的大灾难要发生 老王 我兄们 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是什么状况 秦城大口呼吸 感觉振振心悸 连他都有感应了 猎仙的归猎仙 人间的似乎还没归王轩 王轩祖自语 然后拉起秦城就跑 向着千年古道官去 秦城道 白马寺更近 跟他们不熟 如果要从古代的大坑中 向外拉人 我得找个熟悉的 王轩拉着他狂奔 自语道 老张 如果情况不对 这人间暂时归你了 第115章 人间属于谁 猎仙也就罢了 人间怎么就成王轩与老张的了 秦城听着他的黑话 没怎么理解 哄 地动山摇 月坑那里崩解 附近出现巨大的黑色裂缝 贯穿向四面八方 似乎要撕开月球 一瞬间 秦城从心了 立刻理解了 人间该归谁 喊道 老张在哪里 王轩心头压抑 感觉这宇宙星空 都要压落下来了 这万物都要归回最初的原点 他的头皮都在发炸 因为 他形成了精神领域 看到的比秦城更多 月坑在崩开 像是有什么庞然大物要出来 他顾不上回答 拉着秦城狂奔 风驰电车 月球上引力较小 他现在像是在贴着地面 凌空横动 终于到了 千年道观上 书写着三个古体字 正义观 道教赫赫有名的祖庭 从龙虎山迁移而来 当然 历朝历代 时有战乱 他曾多次重建 但基石无损 较早时期的砖瓦 残垣也有遗存 而最初的那篇道图 也还在 全被搬来了 尤其是张道林的某些遗物 供奉在道观中 进了道观后 王轩直接就喊 老张 这月球要换了天 我请你来把把观 千年组道观中 有些道士静静初 很忙碌 各自都在布置 没人搭理 他们两个 秦城心慌的不得了 压抑到了极点 都要窒息了 他咽了口唾沫 道 感觉老张和你不熟啊 我和他是神骄 现实中没见过 王轩进来后 见没人注意他 顿时在这片古建筑群中学摸 道 我得找一找 老张究竟在哪块古中沉眠 别说了 会被打死的 秦城受不了他的黑话了 这要是 让一群老道士听到 他们两个大概走不出道观 找到了 在前方 王轩别看嘴上轻松 但是头皮欲裂 内心紧张得不得了 以超强的感知 不断捕捉跃坑方向的景象 他觉得自己的精神领域 都要爆开了 他认为 那里不是有绝世大妖魔要出来 就是有志强的猎 先要进入县世中 这片建筑群很大 路上的轻松脆柏 无风自动 枝丫摇摆 千年石塔矗立 速速坠落陈石屑 更有数百斤重的 童中自动轰鸣 嗡嗡作响 整片祖庭都有些异常 可以想象 月坑中的东西多么恐怖 老张的骨头 在祖师殿中 王轩看向前方 那是一片发光的电雨 起初朦胧 接着油若黑夜中的一堆圣火 随着月坑震动 祖师殿中光焰蓬勃 越来越亮 越来越璀璨了 秦城看不到光 这一切都只有超凡者 或者形成精神领域的人能目视 王轩颇感遗憾 这人间的璀璨 月坑的吆火 终究只是 他一个人能欣赏 无人可同见 共义 他叹息 说到底 这人间似乎还都是他的 然后 他看到祖师殿猛烈的晃动 并不是地震 那座古老的建筑物 在发光的同时 宛若有了生命 像是在呼吸与脉动 这次 秦城虽然看不到光 但是看到祖师殿在轰鸣 再矩阵 他脸色发白 低语道 我感觉老张的棺材板 要压不住了 神秘英子飘落 在王轩的眼中 像是鹅毛大雪 纷纷扬扬 这是他在现实中 见到过的神秘物质 最为浓郁的地方 接着 王轩看到整片祖师殿 被一团光淹没 像是烈阳坠落 覆盖此地 太壮阔与震撼了 一时间 他都不敢过去了 老张的存骨得十分吓人 这是被刺激到了吗 你真看不到吗 他问秦成 见到这种惊世的异象 居然无法与人共赏 无法热议 唯一人遥望真实人间 实在是有点 高处不胜寒 我看到房子再跳 也听到了棺材板撞击的声响 别的没了 秦成如实告知 脸色雪白 他觉得太吓人 老张真要活了 王轩也是心中没底 老张太猛了 如果将他从古代的大坑中拽出来 自身会不会反被他顺手塞进去 再有 这是老张吗 他突然想到这个问题 还没最终确定呢 嗡 古殿轰鸣 瑞霞喷勃 有一股力量牵引王轩 要将他拉过去 并且 他听到了唬哮声 惊天动地 像是有盖世妖魔要出事 王轩的精神领域 竟要被震散了 他很想口吐救土的二字国探 真是见鬼了 王轩拉起秦城扭头就跑 撒鸭子狂奔 贴着地面都飞起来了 他对那种声音太敏感了 在内景地中 他与老陈差点被一头白虎给吃了 怎么这地方也有虎魔 你不是要找老张吗 秦城问道 先看看 这人间离了王轩 月球是不是还在转 他在远处停了下来 回头摇望 王轩怀疑 难道是因为 从龙虎山搬迁来的祖庭 所以 出现异象时 伴着龙鹰虎啸 他站在相应的距离内 如果情况有变 他可以冲过去放老张出来 也可以转身继续跑路 没有急着做选择 因为 从本质来说 无论是月球地下的生物 还是老张 估摸着 都是古代大坑中人 无论谁出来 都不是很稳妥 人生不要急着做选择 王轩让自己沉着 先稳住 这时 传来阵阵惊呼声 许多人都在仰头观看 保护层外 高空中那艘飞船出了问题 事实上 早先他就不对劲 不只是王轩 许多人都看到 那艘飞船最开始时 就像是被禁锢了 数次俱阵 现在 他缓慢地朝着月坑而去 像是有一只无形的大手 在牵引着他 要将他抓到地面 果然 这人间离了王轩 月球还是在转 有神圣之光 激射而起 向着月坑轰去 道教祖庭 正义官整体发光 主要是自那原始的 道土中冲起 时机中 有仙霞流淌 道观最古时期残留的 有裂痕的青砖灰瓦 也在绽放无量光 祖城浮转 打入月坑中 幸亏我管住了手 没乱放人 老张这是在正义官的主殿 祖师殿中 或许有他的骨 但是多半也和佛门 递宫似的 镇压着东西 王轩擦了一把冷汗 觉得还好没有乱来 半空中 那艘战舰因此摆脱禁锢 晃动着 渐渐升高 他的动力系统显然受损 不然不会这么慢 很多人都在欢呼 战舰摆脱了束缚 秦宏已经在升空中 他在那艘战舰发动前 已经提前坐飞船离开月球 此时他得到前方的最新信息 冷冷地开口 在这个时代 科技闻名璀璨 所谓神秘也可解析 没有解决不掉的麻烦 猎先已死 而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却可以触及长生 这时 白马寺发光 有光束落入月坑中 让那里崩开的地面 趋于安静 王轩感叹 他现在看到的是什么 超凡力量镇压绝地 神话再现 可却没有第二人 可与之共关 两大祖庭都发威了 压制月坑 让那里归于平静 王轩回头 看向祖师殿方向 越看越流冷汗 那地方的神秘因子 如大雪飘落 但也有煞气弥漫 祖师殿下半部分 是青石铸城 上方是殿雨 该不会是镇腰用的吧 佛教地宫下 除却祖师设立子外 有时候 也还会镇压一些 了不得的东西 道教祖庭的格局 应该差不多 那座祖师殿下 该不会埋着一座石塔吧 如果老张仪有仙谷 在镇压着什么 突然 地面像是在颤动 引发所有人不安 月球陨石坑那里 漆黑的大洞如同深渊 像是有莫名的力量在扩张 而在月球的上空 那艘战舰毫无征兆的坠落 向着月坑砸去 糟了 动力系统坏了 战舰出事了 情况不对 他即便失势 也不该偏离原有诡计那么远 斜着坠落向月坑了 这件事还没完 许多人抬头 无比紧张 今天这件事一波三折 实在是有点离奇 细思极其恐怖 在黑科技层出不穷的时代 月亮上一口漆黑的坑洞 居然能干扰飞船坠落 神秘力量强到这种程度了吗 事情远不止如此 在王轩以为普通人始终无所绝 这是属于他一个人的超凡人间时 保护层内无数的惊呼声响起 月坑中的生灵 在漆黑的地下施展手段 神话传说竟在接近现实 出现极其剧烈的能量波动 许多人都看到了 有灿烂的光扩张 这是人们第一次见到月坑中的超凡异想 那里光雨扬起 看起来柔和而绚烂 但是却极致地危险 它的速度很快 洒落到高空中 将那艘坠落的飞船进过 然后 大面积的光雨组成一只手 庞大无比 轻轻攥住飞船 咔嚓一声 就那么生生地捏断了 第116章 战舰打猎仙 月坑是禁地 有各种密文 但都是在各大组织间流传 这还是普通人第一次看到 它彰显超凡属性的一面 而且 还是大范围 惊动天地的场面 许多人亲眼目睹 几乎要瘫软在地上 这次造成的影响极大 月球保护层内 无数人尖叫 震撼 恐惧 慌乱奔跑 反应快的部分人 冲向飞船基地 恨不得立刻逃离月亮 半空中的景象太恐怖了 那可是一艘战舰啊 居然被一只光雨组成的大手 给生生捏断了 神话进入现实中 这是人们第一次见到这种影响深远 波及范围极广的 神秘而又恐怖的景象 王轩也被惊得眼睛发直 口干舌燥 他一直在揣夺 救赎领域走到尽头后 究竟有多么强的力量 还曾与老臣探讨 是否可以手撕战舰 现在 他亲眼看到 有生物做到了 就发生在面前 月球这处基地中 大部分人都受不了 在现代文明社会中 谁经历过这样的刺激 人类的高端武器 战舰 被掰断 万一那只大手翻手一拍 落向基地中 那简直是人间惨剧 没人能活 这时 人们固有的观念 受到严重的冲击 世间真的有什么 咔嚓 不出所料 那艘战舰碎成一块又一块 从月球上空坠落 这一景象 看得人们头皮发麻 脸色煞白 秦成都有点受不了 此时他身在月球上 很可能会被一巴掌按死 颤声道 老王 恭迎张教祖吧 遇事不要慌 沉住气 王轩安慰道 但其实他也紧张得厉害 宗室的心跳声跟打鼓似的 咚咚直响 强劲有力 这次 无论是正义官还是白马寺 都没有发出光束去镇腰 相反 各自的内部气氛不正常 又淡淡的煞气出现 有些躁动 正义官中 王轩回头看向祖师殿那里 神秘因子沸腾 比得上内景地了 更有一座石塔须影浮现 祖师殿下方 真有一座镇腰塔 他觉得嗓子发干 当年 从龙虎山搬迁祖亭过来时 这是连根蛙 将镇腰塔都一块搬过来了 王轩一阵眼韵 还好 没人像他这般 可以自主开启内景地 别人无法放出那些 不可揣夺的生灵 秦成对那里无感 什么都没看到 这就意味着 那里的东西 暂时影响不了现实 王轩看向高空 叹道 直接从精神领域显照吗 真正在干预现实 他觉得 如果月坑下的生物 能够出现在真实的世界中 早就出来了 何必等到现在 约某那个生灵 现在被激怒了 所以不顾一切的险胜 进行报复 但自身可能 也在付出什么 星空深处 秦红看到这一幕 脸色有些发白 但最后他深吸了一口气 道 准备动用后手 然后 他向家里回报情况 秦家虽然极强 但涉及到了月球 也不可能一家说了算 需要向各方报备与通气 最起码 秦红知道 现在有树谷超级势力在关注 密切监控着这一切 月球外 十分遥远的虚空中 有一艘很大的战舰浮现 锁定那只大手 随时会发动惊天一击 这艘超级战舰 在等待最后的命令 看最终是否要发难 此刻 几名老人正在争执 气氛相当的紧张 各自在不同的地方 通过视频对话 表情严肃 秦家有些冒失 万一惹出了乱子 他们承担不起那种后果 再看看吧 也算是一次尝试 正常来说 他们连精神险兆都很难 无法大范围干预现实 一旦付出代价 强行融入真实世界中 理论上 我们可以干掉他们 毫无疑问 有超级财阀 与最顶尖的组织在解析猎先 研究超凡 对神话的解密 越来越多了 尤其是近期 他们挖出过一批珍贵的古籍 洞彻了某些惊人的真相 远不是普通人 所能想象的 老钟呢 断线了吗 怎么一声不吭 谁在喊我 年岁大了 精力不济 刚才打了个盹 算了 我还是不参与了 人都老糊涂了 就不给你们年轻人掺乱了 你们决定吧 钟家老头子彻底断线 迅速消失 剩下的几位 老者无言 富费这果然很中庸 很快 另外一名老人 打了个哈欠 道 这事 我了解的不多 你们秦家突然出手 我没什么好的建议 不参与了 时间不长 先后有三人离开 最终 秦家同意了 允许秦红开火 所有这些 都是极短时间内发生的事 月球上的尖叫 慌乱 还未结束 那只光鱼组成的大手中 铁蟹洒落 像是流沙般 坠向大地 哄 深空中 有一道刺目的光束绽放 伴着极近恐怖的能量 打在那只光鱼组成的大手上 有可怕的云雾出现 天空中忽明忽暗 最后 那种大手竟崩解了 宛若有血雨洒落 化成七雁的红光 接着在最短的时间内熄灭 人们震撼无比 今日一而再地见到大场面 那个像是属于神魔的大手 被打穿 崩溃了 在高空中消失 战剑打猎仙 连王轩都忍不住惊呼 他以前想到过这种场面 但却没有预料到 这么快就在现实中见到 这一刻 秦城想返回旧土了 面无血色 心人瑟瑟发抖中 我今天都看到了什么 科技与神话的碰撞 动摇了我固有的思维认知 这还是我了解 与认识的真实世界吗 王轩心潮起伏 无法平静 居然看到这样一幕 同时 他也注意到 那只大手与战剑碰撞的过程中 正义官与白马寺虽然在发光 但是没有什么动作 老王怎么办 秦城确实强烈不安 谁能想到 竟会发生月球大战 一不小心 他们可能都会死 王轩皱眉头 最后道 老张现在很安详 暂且进关 若是有变 王与张贡天下 目前 正义官很宁静 他觉得 不妨沉住气 冷静面对 秦城张口结舌 看了看深空 又看了看脚下的月亮 他觉得 老王不是坐飞船来的 是飘到外太空来的 他早就听到了 祖师殿中 框框响个不停 那里绝对不安详 深空中 秦红额头上有些冒汗 尽管他下了命令 但内心还是有些紧张的 一时间 他的飞船中寂静无声 没有人说话 都在等待 想看一看 是否解决掉了麻烦 一秒钟 两秒钟 直到三十秒钟后 大屏幕上再次浮现 异常景象 光雨出现 并且 沸腾了 不怕 只要冲出来就打 秦红发狠地说道 同时他吩咐下去 让那艘超级战舰 注意收集各种数据 显而易见 他今天这么激进 不仅是他一个人的意志 而是得到了部分人认可 这是在试探 更是在检验成果 他们难以进入现实 死得差不多了 如果非要付出 惨重代价险胜 想干预现实 那么需与真实世界相容 可以打杀掉 沸腾的月坑中 出现模糊的轮廓 那是人形的生物 猛然制出一柄淫腹 锋利的兵器在光雨中冲出月球 遥远之地 战舰打出刺目的光束 轰在那柄巨大的斧子上 咚咚有声 最终那柄淫腹崩开了 月坑那里 光雨密集 冲销而起 最后凝聚成朦胧的身影 有生灵冲入深空 在半路上他一招手 银色斧子碎块虫聚 在他手中再次出现一柄斧子 管你是什么东西 出现在现实中 就需要动用现实的物质能量 与真实世界融合 这也意味着 你全身都是弱点 超级战舰中有人低吼 疯狂开火 那朦胧的身影 移行换位 但是 依旧被打中 这飞骑真身 是一种付出代价后的 险胜手段 在现实中 他受到各种束缚 无法像神话传说中那般 各种变换 他除了躲避 只能硬抗 动 最终 这个庞大的身影 被打得崩解 他最后一击 银色的斧子 临近超级战舰 而后砰的一声 银腹被打碎 只有一块碎片 撞击在战舰上 毁掉一个舱室 引发大爆炸 断开左前舱 有人大吼 战舰晃动着 舍弃了爆开的那个部位 而后恢复平稳 悬浮在虚空中 遥远的深空中 坐在飞船中的秦鸿 身上都被汗水打湿了 他通过大屏幕 看着超级战舰的表现 当最后一幕出现后 他长出一口气 而后无声地笑了起来 他等了十分钟 都未见到异常景物出现 随后 秦鸿冷笑道 孝王的终究是回不来了 等蕴含有X物质 以及N物质的武器出世 人间将会更精彩与璀璨 这是属于科技的时代 属于早已掌握 所有的我们的时代 一切露数 都将暗淡无光彩 王轩盯着月坑 深感不安 因为 无论是正义观 还是白马寺都在发光 极其绚烂 要将整片基地淹没了 可惜 其他人都看不到 月坑那里的意象也不见了 普通人无法再看到真相 王轩心计不已 心脏如肋骨般矩阵 然后 他的精神领域激荡 共鸣 他低于道 神话传说 难道大多都发生在精神世界中吗 一些景象映照在他的精神领域中 至于常人 则是无所觉 月球地下的神秘事物全面浮现 出现在地表之上 第117章 大幕后的世界 王轩心头沉重 脸色前所未有的凝重 他终于确定那是什么了 果然与早先的猜想差不多 大幕 那里一片朦胧而破人 比以往见到的更为壮阔 毕竟 他现在真正要接近现实了 他第一次接触到这种东西时 险些出意外 当初 内景的深处 大幕的后方 撑着油纸伞的红衣女妖仙 差点就打穿过来 现在 他居然在真实的世界中 看到这种东西 地下的光还在蔓延 向着月球地表扩张 所看到的景物 由模糊而慢慢清晰 大幕后的世界 怎么能在现实中出现 突然 王轩有所觉 又看到了不一样的东西 这时他恍然惊醒 意识到这里究竟是怎样的状况 大幕逼近现实 地下的光在扩张 但也有部分幽济之地 从那月坑中慢慢浮现 逐渐来到地表 那里安静无声 总体来说 它是暗淡的 也是深邃的 竟是一片内景地 它像是一块阴影 与明亮的大幕相连 锚定现实 成为重要的坐标 这是在接引什么生灵回来 内景的还没有彻底显露在地表 但现在王轩已经看到部分真相 那里面竟有一只手 一只穿过大幕的手 探入到内景地中 似乎努力了很多年 要从幕后的世界过来 王轩看了看左右 没有一个人能够见到月坑中的异象 连正义关中的几位老道士们 也不例外 所有人都不知道 一件可能影响深远 或许会改变整片世界格局的可怕事件 正在上演 如果那个生物跨过来 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除非用超级战舰彻底锁定 第一时间将它消灭 不然的话 一旦让它走脱 熟悉了现实 后果难料 那里越发地清晰了 已经可以看到真实的景物 大幕后的世界中 残破的废墟 遍地的瓦砾 还有倒下去的高山 看起来竟显破败 一片寂静 那个世界缺少生机 连草木都很少 即便有些植物也都快干枯了 总体来看 非常的荒芜 尽管大幕柔和 在发光 但是它后面的世界 却是那样的颓败与荒凉 天空中悬浮有岛屿 这时竟有一座缓缓坠落 上面的亭台楼阁 砸在了地面 建起漫天的烟尘 而在更远处还有城池 周边有村落 却看不到多少人 相当的萧条 由于大幕在逼近现实 所以 这次它后方的世界 远比以前更清晰一些 像是拉近了 映照在王轩的精神领域中 这些都不算什么 真正让王轩震撼的是 锦铃大幕的位置那里 那里有一个身材瘦长的男子 披散着头发 眼睛向外突出 且是树生之眼 竟是纵目 特征太明显 他的一只手 从大幕中探到内景地 这似乎耗去了 他太多的力量 其身躯并不能过去 在他身边还有几人 有些朦胧与模糊 被云雾遮拢 只能看出大概的轮廓 有男有女 有人持见次在大幕上 不断地震动 帮助纵目男子 想将切开那里 打开一个缺口 可惜无法成功 在大幕这边 内景的暗淡 它像是一片阴影 而里面竟也有人 有穿着古代服饰的修饰 盘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也有穿着宇航服的现代人 甚至有人穿着休闲装 这着实让王轩惊异 怎么还有现代人 在内景地中 当他看到一位 月光菩萨时 立刻醒悟了 都是后来者 其精神体 被带进内景地中 毫无疑问 他们不是有血有肉的人 全是残存的精神体 曾有四位月光菩萨 接近月坑 其中三人的精神 被灭了个干净 看样子 有一人被他们接纳 与吸收了 内景地中 有个特殊的老者 盘坐在那里 在其后方 竟是一具枯骨 坐姿与他一模一样 枯骨是真实的 不在内景地中 当王轩看到这里后 寒毛倒数 他觉得自己明白了真相 那个老者可以开启内景地 像是一把钥匙 沟通了大幕后的世界 两者相连在一起 这是在帮烈先锚定现实 王轩头皮发麻 这个老者现在的处境 预示了他 一旦被人制住 并利用后的下场 甚至 他比那个老者 更吸引那些古代大坑中的人 因为 他现阶段还未真正超凡 就已经能够开启内景地 属于个例 他盯着那个老者仔细看 在其周围 还有一些中年人 以及年轻人 都穿着古代服饰 像是按身份排座 仔细观察后 王轩觉得 这老者似是一教之主 可开内景地 其他人大概都是 教中的天才与门徒 至于那些现代人 则是后来被童话的 被吸附进去 待在最外面的边缘区域 老者的肉身早就死了 但是很重要 是现实之物 与他的精神体有联系 盘坐内景地之外 那句枯骨 生前似乎很强 骨头洁白 带着光泽 至今都没有腐朽的气息 看起来居然很神圣 该不会接近羽化层次了吧 王轩在猜测他生前的实力 其精神与内景的 附着现实真身遗骨 而大幕后的人 通过内景地间接触及现实 想要回来 王轩脸色阴晴不定 他一阵警醒 以后一定要更加谨慎与小心了 不能被古人盯上于捕获 不然下场可能会很惨 这个应该真的是一教之主 但这位可以开内景地的老者 是怎么来到月亮上的 是列仙所为 还是有其他手段 当想到这里 王轩疑惑更多了 老者是旧土的人 还是说 本就是星星这边的古人 到现在 他都不知道星星是什么状况 只知道 他适合人类居住 与旧土环境相近 且生机勃勃 物种繁多 早先有没有人类 不过 容不得他多想 他再次盯上月坑那里 那片幽暗的内景地 明显有问题 随着大幕中的 那只手在震动 内景地像是漏气的球体 缓慢缩小 并且 里面的精神体 也都暗淡了不少 不知道这片内景地 与大幕后的世界 相连多久了 显然 这对里面的精神体 影响很大 逐年泪月在虚弱 可以感应到 内景地中的神秘英子 及其稀薄 与王宣往日所见相比 那里简直算是一片贫瘠之地 月坑中的内景地 被那只手消耗得太厉害了 根本不是养生之地 反而是夺命之所 大幕后方几道身影都动了 再助纵怒男子 竟真的想强行过来 几人动用兵器 劈砍大幕 产生剧烈的震动 的确有效果 毕竟他的一只手 已经探过来了 但是 消耗似乎很大 他们不断进攻 导致这边的内景的风雨飘摇 随时可能会破碎 最终 另外几人停下了 那个纵怒男子 则猛力张开那只手 有光芒透出内景地 直接向着月球基地而来 那种光束像是潮水 冲击向保护层这边 但是 魏容他真正进来 正一贯中 有刺目的霞光绽放 无数的浮转浮现 最后凝聚成一方大印 哄 王轩感觉头昏脑胀 精神领域差点炸开 那方大印朝着月坑砸去 将那潮水般的光芒 全部击溃了 同一时间 白马寺那里 出现一个万字浮万 也轰向月坑 佛光普照 净化茫茫潮水 那只大手发出的光 全部被打灭 月坑中 纵目男子发出一声 无力的叹息 像是对干预现实失败的无奈 也像是对自身付出 惨重代价 却无果的失落 甚至有些绝望的韵味 杨平志都供应 王轩正吃惊地望着正义观中 那里有一枚不大的小印在发光 正是他打出滔滔辖光 落入月坑中 杨平志都供应在 《道教史》中都有记载 有清晰的描述 并且 这东西确实没有遗失 保留到现代 它是张道林的专用印 也是龙虎山最重要的质宝 王轩惊叹 这东西保留在这里 也是难得了 财阀居然没有据为己有 收藏书格中 看来一百多年前 确实有高人在这里布置 一声嘀吼 月坑中的森林再次动了 依旧是白茫茫如潮水般的光束涌来 可惜 再次被杨平志都供应 还有白马寺的万字浮万杂溃 并且 有极其可怕的事情发生 那片内景地经不起这样的矩阵与消耗 慢慢地瓦解了 里面的精神体张了张嘴 什么话都没有说出 全都消散 什么都没有留下 这绝对是惊人的超凡之争 但普通人无感 无觉 什么都没有见到 王轩心有感触 真实的世界 有各种莫测的神秘事端 他所见到的 恐怕也仅仅只是一脚真相 终要消亡吗 月坑中传来声音 王轩居然听懂了 他一阵愕然 很快 他明白了 不是他理解了那种语言 而是那个纵目男子的精神在波动 修成精神领域的人 可感知其意 一瞬间 他觉得老陈是个坑货 当初还忽悠他 说是研究过两千多年前的江南古语 所以能理解红衣女妖先的话 现在看来 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随着内景的消散 大幕淡去 幕后的世界模糊了 不见了 语化得不绚烂 人间的依旧鲜艳 大幕后的纵目男子低吼 满头发丝飞舞 他充满绝望与不甘 长发化为赤色 像是耀眼的岩浆倾泻 他发出最后的吼声 第118章 旧约的代价与报复 深邃的星空中 一艘银色的飞船内 晴红安静地等待 并未接到异常报告 月球很平静 这是科技的时代 如果有神明 也将从我们中诞生 他在自语 眼中有火光在跳动 不久前 几大组织从古代的神秘洞府中 挖出来的那批典籍 实在太珍贵了 他们组织一大群学者 教授破译 解析语化 研究超凡 获得了惊人的秘密 猎仙剑消亡 最终也活不过来 而我们脚下的路 却通向未来 将触及真正的长生 晴红站了起来 声音铿锵有力 他通过大屏幕 望向浩瀚的星空 未来值得期待 他有自信 更有足够的底气 现在的超级战舰 只是雏形 以后还会升级 今天的实战测试 非常完美 至于个体力量的方向 我们有更可好的选择 晴红相信 他们掌控的生命研究所 将会持续突破 不久后 会有猎羊菩萨出世 将来还会诞生出 终极菩萨 有些人如果找不到 自己的定位 很快就会 被扫进历史的尘埃中 晴红十分冷漠 他想到了旧术 星术领域的人 如果不听话 要他们何用 他的脸色愈发显得冷酷 觉得该与一些财阀 大组织协商了 制定规则 对某些领域的人 有所限制 在璀璨的科技文明下 要那些人 有什么用 只需他们研究 续命这个课题 就足够了 如果去追求 个体的破坏力 那就是毒瘤 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意思 自始至终 都有几家财阀 明确表达过这个观点 现代社会 不需要过于危险的人出现 虽然也有部分财阀 投身于那些数中 习记将超凡力量 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但这与他们制定规则 限制那些危险分子 并不矛盾 因为秦家也在追求 这方面的力量 走的是基因超体路线 月坑崩解 不断下沉 境地破灭了 大幕消失 那个人与他身后的 世界淡去 成为虚无 可是 最后的关头 王轩又听到了 他绝望的嘀吼声 九月 是我负了你 还是你负了我 代价给你 这又是什么状况 然后 王轩就看到 那彻底暗淡下去的 月球表面 有一只大手出现 血淋淋 断落下来 相当的恐怖 借着那只手掌一分为二 其中有五分之四的部分炸开 化成光雨 向着基地这里洒落而来 这次人们看到了光 都露出金融 眼睁睁地看着雨点 没入保护层中 想躲避都来不及 无论是正义观 还是白马寺这次都没有对抗 不见杨平智 都恭应发威 也不见佛门的万显化 王轩二话没说 抽出短剑 抵在身前 又将秦成一把拉到身边 紧张地盯着半空中 那模糊下去的大幕最后一闪 像是横移亿万里 彻底远去 消失得无影无踪 剩余的五分之一手掌 则冲销而起 眨眼没入深空中 普通人依旧没有看到断手 只看到奇异的光雨 这是代价 也是报复啊 王轩抬头 他猜到断手去了哪里 远去的手掌急速而行 开始燃烧 在沿途洒落出光雨 毫无疑问 想干预现实 需要与真实世界相容 才能动用这里的力量 挡住那片光雨 开火 超级战舰扫描到 异常能量物质 警报长明 启动取速引擎 然而 似乎来不及了 那片光雨到了近前 尽管他们击散了光雨 可是警报依旧在长明中 他们看不到那只断手 所有人都惨叫了起来 精神被冲溃 许多人当场死亡 开启防护罩 有人发出最后的大吼声 砰的一声 刚命令完 他的眼神就暗淡了 精神崩解 最后 这只断手一分为二 其中的一半显化出来 逐渐凝视为光 轰的一声 将整座超级占尽轰碎 深空中爆发出刺目地光 这个时候 可不是一股势力在关注 而是有很多家 全都被惊到了 原以为尘埃落定 一切都成为定局 谁能想到 最后又出现这种变故 深空中有叹息声 与纵目男子的声音相一致 他断落的手掌 不可能长存时间 这是永久的失去 代价很大 干预现实太难 马上就要消散了 他的断手 在毁掉超级战舰 充溃那些人的精神后 也得到一则消息 深空中有一艘飞船 在发号失令 残余的少许手掌 静止朝着深空而去 尽管他知道 可能来不及了 但依旧不想放弃 秦红得到禀报 并通过大屏幕 看到最后的结果 吓得亡魂接冒 因为他已经命令飞船返航 此时都快接近那艘 超级战舰了 来不及了 距离我们太近 已经看到那个发光物 有人大吼 眼看就要撞上飞船了 逃生舱 一些人慌乱了 冲向逃生舱 事实上 秦红反应很快 第一个躺进去 这些都是单人舱 而后他快速启动 哄 残余的手 实在坚持不住了 无法在现实逐流太久 最终他完全显化出来 融入真实世界 看起来血淋淋 轰的一声将飞船砸爆 这一刻 各大组织都捕捉到这一画面 深感惊悚 好长时间各方都没有说话 心头十分沉重 今天的尝试可谓很大胆 检测结果起初也很完美 但最后 这两机却让许多人心头浮现阴霾 最终 秦家的人开口 没什么大不了 艰辛艰快就要问世了 而消亡的很难再现 更难对现实施加较大范围的影响 另一人附和 道 没错 况且 我们在解析语化 未来你我中 未必不会出现那样的人 很长时间 各方都在私存 都在沉默 有些冷场 因为这种事实 在让人忌惮 正义官中 秦成道 老王这是什么状况 月球居然下雨了 没事 跟在我身边 不要乱跑 王轩手持短剑 那些光雨不沾身 也没有触及秦成 此外 正义官存放有 杨平志都供应的主殿中 也无光雨落下 几个老道士 也没受什么影响 他立刻拉着秦成走开 没让那里的道士 看到他这里的异常 当来到街上后 他与秦成了解到 一则圣人的真相 许多人居然丢失了 部分记忆 什么情况 我记得刚才保护 从外面动静很大 我的记忆 怎么渐渐模糊了 有点奇怪 我有些见忘 好像遗漏了什么 对了 月坑那里出大事了 刚刚发生 我居然快忘掉了 王轩知道 月坑成为历史了 一切都结束了 大幕后的世界远去 彻底消失 但是 它造成的影响 实在是有些诡异 最后的光雨洒落 这是在进化吗 让普通人忘记超凡 细思实在恐怖 令人不寒而栗 猎仙的一只断手 有五分之四作为代价 居然是喜去自身的痕迹 旧又到底是什么东西 做木男子 竟为此付出这样的代价 秦成被吓得不轻 叹道 我只是个普通人 这辈子没什么野心 猎仙猎祖在上 你们不要在意我 王轩没搭理他 还在想刚才的事 他不止一次看到 大幕后的世界 但是每次都不同 红衣女妖仙转身离去时 王轩曾看到 他踏破妙语远行 断壁残垣 菩萨像倒了一地 但那片世界生机勃勃 女剑仙所在的大幕后的世界 也有浓郁的生机 剑光冲销 她在那片天地中有敌 曾与人战斗 老王 我有些恐惧啊 你看 这些人真的都快 一望不久前的事了 全都魔争了 努力思索都想不起来 秦成不安 王轩抬头 天上的光雨已经消失 他收起短剑 他立刻意识到 财阀与各大组织 如果知道这片基地此时的情况 肯定也会跟着顺势掩盖真相 毕竟过于离谱 容易引发大规模的慌乱 以及各种热议 走 赶紧去公司看一看 深空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王轩说道 如果真相被掩盖 那么很多的消息都将被抹去 顶武是一个大组织 主要从事安全服务 有雇佣军 有战舰 更有各种先进的监控设备等 能在月球开设分布 装备肯定到位 超级战舰被打爆了 还有一艘飞船 也被那个发光物轰碎了 太劲爆了 秦城目瞪口呆 王轩探道 行了 看完就咽到肚子里去吧 你胃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吧 他再次来到外面 抬头仰望 这片浩瀚的深空 充满了迷雾 他到现在 也只是初步接触到一点真相 九约 锁真言 他无可避免地想到 女剑仙说过的那几个字 现在看来 锁的不仅是古人的真言 他也在所普通人所看到的超凡真相 黎坤 什么时候还我钱 这时 秦城一眼看到了那个 让他深恶痛绝的部门负责人 正在苦恼思寸 觉得自己遗忘了什么事的黎坤 文言后的抬头 道 赚了 你查下 已经到账 秦城一看 果然早就接到银行的消息 只是刚才那段时间 各种恐怖的事情不断发生 他根本没顾上 老王 走 分账 他执意要给王轩转过去 二百万星星币 自己只要三百万的本金 王轩一口拒绝 道 这算什么 好像我在借你的是赚钱一样 你必须得要 这是你帮我追回来的账 秦城执意要给 不然不肯答应 王轩想了想 让他赚了一百万 赚回来的两百万 等于是两人平分 好了 你不要多说 再叽叽歪歪 我就不要了 王轩说道 并告诉秦城 他准备订船票去星星 即将离开 什么 王王你要走了 不等等我吗 我大概还有半个月 也能去星星了 现在不会有人卡我了 秦城说道 他现在心中没底 今天居然爆发月球大战 古代猎仙对上现代战舰 别人约莫会遗忘 但他这辈子都不会忘掉了 很难说这月球上还有什么 他觉得王轩很神秘 关键时刻靠谱 能靠得住 放心吧 月坑里没东西了 王轩告诉他 以后都不会有什么事了 尽可安心 他必须得走了 今天目睹这样的事 他有种紧迫感 世界那么大 而真实才向他揭开一脚 他想立刻去星星 去密地 因为真实的世界很恐怖 他需要尽快提升自己 另外 三年这个期限真的不算长 今日所见 让他心头沉重 那些问题远比他想象的 要严重得多 第119章 出零星世界 王轩是个行动派 恨不得立刻订船票 前往星星 但考虑到财阀 与各大组织 可能会顺势而为 要封锁月球上的真相 他只能暂时按捺冲动 原地等待配合 只能说 财阀与各大组织很果断 时间很短 躁动还没平息呢 就已经有数艘大型飞船登月 然后 他们带领月球分部的人 开始行动 比如 秦成就在听从命令 配合顶五组织处理 各种监控设备 那么多人丢失记忆 真是令人毛骨悚然啊 这次行动的负责人 神色凝重 后警都在冒凉气 他们动作很快 迅速解决了相关装置 出事时 月球与星星间的讯息传送 被切断了 所以问题不大 不可能完全保密 在这个时代 连银行系统有时都会受到威胁 更何况 是已经发生的大规模泄密事件 各大组织很清楚 这件事的最终走向与结果 大部分人失忆 这至关重要 只要主流报道 一口咬定 月球上再试验星形武器 把握好舆论风向就足够了 至于少数人揭露真相 没那么大的影响 因为星星每天都有探索 域外文明的各种消息 在传播 千篇文章难存一真 真要走了 秦成叹气 短暂相聚几天 他还真是舍不得 独在异乡 他有时倍感孤独 虽然距离留在星星的目标很近了 但他却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是否对了 父母 女友都在救土 有一天 他是否会因此失去很多东西 别跟生死离别似的 星星再聚 次日而已 王轩就已订好船票 立刻就要动身了 秦成送他 从特固带小院的房屋走出来时 正好碰到一个女人 你星月的女朋友 王轩瞥了他一眼 根本不是 秦成心中有气 这次没隐瞒 告诉他一些事 黎坤勒索三百万也就罢了 他的一个远方侄女也来凑热闹 明面上来交朋友 结果让秦成给他买各种名包与化妆品 和他叔叔一样贪婪 他要的东西都是顶级名牌 香五口红 中意包等 秦成不愤 王轩怀疑 这些顶级名牌 有可能是认识的那些人的家族产业的分支 你真给他买了 他恨铁不成钢 秦成被欺负惨了 那些都是奢侈品 动辄数万甚至十几万新新币 有求于人 能有什么办法 秦成叹气 看到王轩瞪眼 就要去找那女人麻烦 他赶紧拦住了 他低语道 没事 我托贺我家有生意往来的贸易团队 从旧土烧过来的 全是假名牌 结果他美滋滋 有段日子 还真想要粘上我了 王轩瞥了他一眼 这家伙用假名牌 都能差点假戏真做 放心 我没搭理他的各种暗示 秦成拍着胸脯 发誓对得起女友 他说 黎坤的侄女人品有问题 第一次见面吃饭时 他就直接带过来两个所谓的男闺蜜 选最贵的餐厅 点了一桌子大菜 还大啦啦地说那天 是他一个男闺蜜的生日 说到这里 秦成又气得不行 觉得窝火 你忍了 王轩停下脚步 他觉得 秦成的应对方式有问题 他有必要教导下他 甚至需要去 教育下那个女人 秦成叹气 道 当时 我又加了几个最贵的菜 加上服务费 那一桌足足两万多星星币 王轩受不了他 想先教育他一顿 实在太窝囊了 秦成快速道 后来 我去前台选了些顶级的雪茄 生了一肚子气先走了 你付账吗 王轩问他 秦成摇头 道 没有啊 我一个人 哪有他们三个吃得多 还给他们结账 自己吃自己买单 嗯 雪茄也是他们付账 王轩无言 看来不用他出头了 就是他露面 也不过如此吧 不能处理得更好了 从这以后落下后遗症 他经常和我要明报 秦成说道 王轩懒得理他那些破事了 看来受当时刑事所迫 他对付不了黎坤 但应付那女人绰绰有余 秦成将他送到月球的飞船基地 用力挥手告别 女士们 先生们 欢迎您 选成新河联盟成员中庸升空公司 王轩坐上飞船后 听着这样的播报 他严重怀疑 这是小中家的产业之一 他深刻意识到 财阀与各大组织的触角 延伸到了各行各业 到处都能见到他们的身影 王轩要了一杯水 然后闭上眼睛 开始研究记在心中的那册精神秘本 他只有两页 短短数百字 可以说每个字都不能忽略 经文名为元卢断神 不知道是哪家的精神秘籍 以炉火断精神 养炼壮大 最终 元卢要断养出最精纯 与极其旺盛的精神 如明月挂夜空 如交养普照 肉身万物 王轩以前从未接触过 专门主修精神的法门 他不知道这篇经文的等级 决定先练 以后如果有更好的再换 尊敬的旅客 飞船的上空 乘人员提示 即将抵达星星 王轩亚议 他闭上眼睛没多长时间 刚研究经文入神而已 他在飞船上只喝了半杯水 还想着顺带解决掉午餐问题 没想到这么快就到了 难怪月亮上的观光旅游业 十分繁荣 主要是新技术 突破了空间的限制 新世界我来了 他在心中喊道 抛下其他念头 原成 摩天大楼一床床 有些大厦仿佛耸入了云霄中 一艘又一艘小型飞船 在空中穿梭 中低空的是悬浮车 有序前行 都有各自特定的航道 星星的生活节奏非常快 人们行色匆匆 出行都会选择速度较快的工具 王轩没有去鼎吾组织 在这座城市的分布报道 身为特别顾问 他较为自由 打个招呼就可以了 他这次是为密地而来 不想在其他方面担个时间 原成的中心区域 有些钢铁丛林的味道 各座大楼的顶部 都有飞船停着 许多组织的分布 都设在这里 稍微靠外一些 则是商区群 繁华而热闹 在向外居民区较多 即便是高大的建筑上 也有很多植物 天台开辟成花园 阳台修建得很开阔 遍布着绿植 生活区域中 自然也少不了商区 但没那么的大的客流量 有动有劲 较为宜居 王轩首先要安顿下来 然后了解密地 想办法悄无声息地进去 他有些不适 乘坐悬浮车与飞艇 居然要人体识别 可是他根本没有 录入过这些信息 路边一个年轻的姑娘走来 异常地漂亮 齐尔的短发很清爽 笑起来时 漂亮的眼睛弯成月牙壮 牙齿洁白整齐 先生要帮忙吗 他很阳光 很快 王轩明白 这是有偿服务 可以当他的向导 介绍工作 帮他租住房屋等 每小时100星星币 价格很贵 王轩出来星星 对一切都很陌生 确实需要一个向导 虽然录入身体信息 可以免费乘坐各种短途交通工具 但是星星多数人 都很注重隐私保护 所以大多都用智能通讯设备 消费出行 这很简单 您只需 姑娘很热情 也很细心 带王轩购买星星这边的智能通讯器 其实也就是手机 但确实比旧土的先进 能力体投影 仿真面对面交谈等 您放心 如果没有触犯法律 危害社会 为了保护隐私 你的智能 通讯器不会被定位与追踪等 王轩购买这些才怪呢 旧土的大数据时代 都精准地掌握了个人的所有痕迹 现实中随口说句话 水保网就立刻推送相应的购物信息 他估摸着 星星这边的人闹腾得厉害 所以各大服务商才迫于压力 说不会侵犯公民隐私 真实情况如何 想都不用想 但他觉得 总比扫描红膜等 直接录入人体信息强得多 一路上 王轩和这姑娘聊得很投机 了解到关于星星的很多事 虽然付费贵 但确实值得 星星的全称是希望星星 当年人们探索 并登上这颗星球时 对未来怀有无限憧憬与希望 所以就有了这个名字 很快 漂亮的姑娘帮王轩租到房间 并带她熟悉了附近的智能商场 以及带她购买了一些日常生活用品 小赵 你全名是什么 有名片或联系方式吗 下次如果有需要 我还找你 王轩问道 因为这姑娘开朗乐观 细心周到 而她对这座城市还很陌生 估计还会需要她服务 我的全名是赵氏1025 这是我的名片 很高兴为您服务 姑娘鞠了一躬 礼貌地离去 王轩 她一个人留在原地傻眼 她来到新环境 面对一个姑娘家 不想动用精神领域 怕不小心看到不该看到的 结果似乎出了问题 这时 她张开精神领域 看到远去的姑娘身体内部构造 竟是各种精力的部件与芯片 这是一个智能机械人 一路上聊得这么愉快 居然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王轩在原地出神很久 她租住的这个小区环境很好 绿化率达到70% 花圃中芬芳扑鼻 栽种着各种花卉 道路两旁有很多大树 枝繁叶茂 不远处有凉亭 有水系 有小桥 接近园林市的风格 欢欢 下来 一个四岁左右的小女孩养着头 对高楼上招手 十一楼那里 有只巴掌大的雪白小猫咪 然后 那只小猫真的就俯冲了下来 王轩第一反应就是冲过去 想办法去营救 结果却发现 巴掌大的漂亮小猫 张开毛茸茸的双翼 滑翔了下来 并且 在临近小女孩时 她有用力舞动双翼 化解下冲之势 很平稳地落在小女孩的怀中 逗得她咯咯直笑 王轩哑然 竟是新物种 小女孩很漂亮 大眼扑闪 是含有的淡紫色瞳孔 此外 连发丝都略带紫光 突然 小女孩捂着胸口 小脸煞白 抱不住雪白小猫 将她放在草坪上 她自己则痛苦地蹲在了地上 小妹妹你怎么了 你家大人在哪里 要我帮忙吗 王轩赶紧走过去 并准备拨打 欣欣的急救电话 小女孩捂着心口摇头 道 不用的 这是老毛病了 天人武衰病 休息一下就好 王轩惊愕 这病 有点吓人 小女孩看了她一眼 低头小声道 我是星星的原住民 王轩敬业 她对这个新世界 知道的太少了 看来需要花费上一些时间去了解 第120章 星星原住民 星星上竟有原住民 这确实让王轩一愣 因为在救土时 从没有听说过 这是被故意遮掩了吗 她一声轻叹 当年开发星星时 应该有很多故事 作为外来者 不知道双手是否染上了鲜血 她希望柔和一些 当年救土每周的悲剧 不要在这里重演 不过 如今说什么都晚了 已经过去一百多年 该发生的事早就发生了 无论是一百多年前 还是现在 都是东方的力量更强 应该不会像那群黄毛 那么冷血吧 希望如此 她能说什么 只能在心中同情 一时间 她看向小女孩时 目光格外地柔和 不知道原住民 还剩下多少 你真的不要剪 王轩有些担忧 这个孩子痛得洁白的额头上 满是冷汗 竟生生忍住了 没有哭 也没有喊叫 她取出手机 就要拨打救急电话 她不怎么信一个孩子的话 万一出事 那就太遗憾了 叔叔 没事 我休息一下就好 小女孩面孔精致美丽 细长好看的眉毛微醋 虽然仅四岁左右 但是却很有主心骨 或者说是坚毅 摇头拒绝 喵喵喵 巴掌大的雪白小猫很通灵 拍着毛茸茸的双翼 在地上绕着小女孩走 似乎很不安 乐乐 一个女子出现 人很漂亮 二十七八岁的样子 肤色白皙 其间的中长发略带紫色 而瞳孔则不明显 更趋近于黑瞳 她快速跑来 轻柔而谨慎地抱起小女孩 不断细语安慰 轻轻拍着她的后背 脸上既有忧色 也有母性的光辉 看到小女孩痛苦 她的眼里出现泪光 恨不得能够替代她 远处有人在低声议论 说 这是绝症 以王轩的感知 自然听到了 小女孩很不幸 最多也就只能活到五岁 当听到这些 王轩又惊 又觉得她可怜 王轩走来 问要不要去医院 年轻女子摇头 泪水终于忍不住落了下来 妈妈 你不要哭 我马上就好了 小女孩忍着痛 反过来安慰女子 异常地懂事 然后 她伸出小手 帮她妈妈擦泪 王轩最是看不得这种情景 心中某处柔软被触动 轻轻叹息 她运转先情方式的跟法 尝试调动体内的神秘因子 外人看不到 但她的精神领域可以捕捉 有点点小雪花般的物质飘落 被她小心而谨慎地送到小女孩的身体中 然而 她吃了一惊 这个柔弱而懂事的小女孩 五脏间像是有什么极其难缠的物质 将神秘因子消融了 她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可以说 神秘因子疗伤效果极佳 不至于如此才对 她为了炼章盗铃的五叶经书 五脏都曾出现过细小的裂痕 但得这种物质滋养 很快复原了 她内心大受震动 难道小女孩所说的天人五衰病 不是乱语 真的有什么讲究不成 王轩又诸如一些 她发现 小女孩的痛苦减轻了 多少管些事 但是难有更大的效果 不久后 小女孩慢慢恢复 不再痛苦 趴在她妈妈的怀中 很长时间都没有动 直到最后 她才轻声道 妈妈 你给我生个弟弟吧 如果我不在了 让她陪着你好不好 当听到这种话 年轻女子受不了 泪水决堤 抱起小女孩 匆匆向家里跑去 强忍着心痛 用力抱紧自己的女儿 喵喵 那只巴掌大的雪白小猫 跟在后面 一路追了下去 附近一些人轻叹 都住在这个小区中 显然对小女孩的情况 有些了解 在新兴科技 这么发达情况下 那种病 却无法给根治 目前没有任何办法 这些人低语 轻声议论 很是同情 那是遗传病 小女孩的父亲 两个月前去世了 她还不知道 还以为她父亲出差了 应该是遗传 这家人都很聪慧 父母都在顶级科研所上班 那小女孩 别看只有四岁 比七八岁的孩子 学东西都快很多 但是命运多舛 王轩租住的房子 在二十五楼 楼高总共高三十层 这层采光相当好 她开始在手机上 搜索关于原住民的消息 每当看到刚才那种柔弱 她的心都会被触动 总会有种强烈的同情心 很难当做没看到 觉得太可怜 如果能够帮上一把 她愿意伸手 她找到一些很早前的新闻 但点进去后 发现是404状态 全都失联 或者无法打开 随后 她找到一些消息 并没有彻底删近 显然只是抹去了一些敏感的内容 有篇文章提及 早年登上星星时 曾发现数千原住民 虽然发生了一些冲突 但很快 双方就和睦相处了 融合在一起 文章下面有人在讨论 提及原住民有某种遗传病 后面的一则回复很惊人 那不是简单的遗传病 沾染着神话色彩 是天人武衰病 可惜 在后面 没什么人谈论了 直到王炫又搜索了很长时间 终于再次发现 一篇没有被404的新闻 写得很有量 早期探索星星时 确实发现了原住民 人口不多 他们的生育率极低 这是人口稀少的最主要原因 按照这个趋势下去 他们早晚会自动消失 原住民大部分人 都是子发子童 整体长相出众 他们的学习能力尤为突出 初见原住民时 尽管他们住木屋 居于山林 但是从旧土来的人 都被惊得不清 旧土的人认为 这群人的基因相当的优秀 应该尽快吸收融合 当年 原住民称他们 自身是真仙的后代 让来自旧土的人 不得不多想 文章提及 有些出名的财阀 祖上曾与子发子童的原住民 通过婚 但后来再也不敢了 原住民有某种可怕的遗传病 没有任何办法医治 有的人年幼时就会表现出来 有的人则是成年后 才会出现症状 一旦发作 便活不了几年 病便只在五脏间 即便后来技术越发成熟 可以换人造器官 但他们依旧会死 而且与传说中的 天人武帅的描述相近 死时身体无臭 王轩看得一阵出神 这种病 居然连现在的医学都无解 他轻叹 爱莫能助 王轩安顿下来 接下来的两日 他先是熟悉星星的一切 而后专心研究地图 准备静密地 老陈曾和他说过 密地应该在云雾高原 只有那里最符合 面积足够广阔 且是一片无人区 陈命土曾经认真研究过 觉得其他地方 都不可能藏着密地 王轩选择在原城居住 主要是因为 他毗邻云雾高原 很方便走进那片无人区 星星 东方人力量很强盛 大部分人都棄居在最大的州 中州 仅听这个名字 就知道很东方话 一百多年前 登临这颗星球时 来自旧土的东方人 直接就起了这样一个名字 当然 也有不少东方人 定居在其他大州 中州的西部 就是云雾高原 整体海拔2000米以上 有些大山直插云霄 山顶中年是白雪 山腰是雾矮 山脚下则 一片葱绿 生机勃勃 可以说 有些大山常年可见四季景 云雾高原面积 足有900多万平方公里 一直没有开发 是一片无人区 里面相当的危险 老陈每次来星星 都会拎着黑箭 跑进云雾高原 墓地自然是为了 找早年的福地 以及后来的密地 按照老陈所说 除了福地 密地外 还有几个神秘的地方 他不信邪 不认为 找不到 他给王轩特别标注了一下 如今云雾高原 只剩下几块区域有嫌疑 让王轩去那几个地方 寻觅就足够了 老陈 你到底靠不靠谱 别忽悠我一个人 在无人区中万床 王轩决定 一天后就出发 这两日 他曾数次看到 那个小女孩乐乐 漂亮可爱 非常懂事 每次都抱着他 那只雪白的小猫咪 甜甜地喊他叔叔 王轩叹息 这孩子太可怜了 据说过早地发病 他活不过五岁 大概率超不过半年了 叔叔 晚上你去看猩猩鱼吗 再次在楼下看到乐乐 他仰着头问道 什么猩猩鱼 王轩笑着问他 刚来猩猩 他了解的都是 与生活有关的事 以及在未探秘地做准备 其他暂时没顾上 还不如一个孩子 一种非常漂亮的鱼 也叫灯笼鱼 现在是他们回游产卵的季节 从下游 一路向西而来 直到临近云雾高原为止 非常的壮观美丽 现在 他们游到原城附近了 晚上你要不要一起去看 河两岸很热闹 全是游河赏景的人 乐乐没有病痛折磨时 活泼开朗 调理清晰 像个小大人一样 在那里介绍 他告诉王轩 原城外的河段位置 得天独厚 每年慕名而来 欣赏星星鱼的游客 不计其数 我一岁时 两岁时 三岁时 爸爸妈妈都带我去看过 可惜 今年爸爸出差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今年只有妈妈带我去 他多少有些失落 但终究是小孩子星星 很快就开始 憧憬与期待晚上的美景了 他根本不知道 父亲已经离世两个月了 王轩毕竟只与他熟 与乐乐的母亲 不过见过一面 避免引起误会 自然不可能和他们同行 但他晚间确实出城了 果然有很多游人 隔着很远 就可以看到 河岸上到处都是人影 周河是中州排名第五的长河 在原城外的这段 格外的壮阔 很快 王轩就被震撼了 真的漫天都是星星 灿烂无比 从河面到高空 全是星辉 这种鱼冲出水面后 会迅速鼓涨起来 并且会发光 像是一盏又一盏 漂亮的灯笼 悬浮在水面上方 一些小灯笼 被刚跃出水面的同类冲撞 会飞到更高的空中 漫天都是光源 极其绚烂美丽 尤其是远远望去 整条周河上下 都是星光 格外的壮观 我忽略了生活中 许多美好的东西 来到星星后 一门心思都在想着精密的 这种美景 确实值得一看 在长长的河岸边上 王轩足足转了一个多小时 猛然间 他赶紧转身 因为看到了熟人 真让乐乐说对了 每年这个时节 都有许多外地游客 慕名来赏美景 王轩看到三个女人走在一起 有说有笑 那三人怎么凑到一起了 看起来很融洽 他们都曾想找他合作 极力拉拢 他进他们各自的探险队 居然在这里遇上了 他躲开了 暂时不想与他们相见 只想悄然静谜的 不久后 他发现 乐乐与他的妈妈姜雪 妈妈 你怎么哭了 乐乐仰着头看姜雪 他今晚穿得很漂亮 像是童话里的小仙子 一身紫色的小裙子 但紫色的长发 在微风中飘起 大眼明亮 他精致可爱 姜雪快速擦去眼泪 将他抱了起来 妈妈 你是想爸爸了吗 我也想他 但你不要哭呀 乐乐说道 表现得很懂事 接着 小女孩也有些沉默了 很长时间后才轻声道 妈妈 你是不是担心我活不长了 没关系的 我如果离开 绘画座这里的小星星 每年都来看你们 以后 你和爸爸 每年也来这里看我 过段时间 你们生的弟弟 让他陪着你们 他一定很可爱 将来你们把他带来 让我也看看他 姜雪抱紧他 不想让他 看到自己落泪 他面对周和 不断有泪水滑落 王璇转身 不忍看下去了 他一声叹息 刚才还觉得自己 错过了路边的风景 现在却越发地坚定 要早日超凡 这美丽红尘 壮阔周和 无边星光 绚烂中 演映着一些人的泪光 相开的 不断